由仁慈医院经营的红帽桥疗养院今天正式开幕 李显龙总理表示 我国独有的政府和社区伙伴合作的医疗护理体系 不仅确保医药费维持在可负担的水平 也能让国人在靠近住家的地方就医 记者学术会报道 李显龙总理上午为疗养院主持开幕理事说 本地的基层护理和住院治疗 主要由政府医院和综合诊疗所提供 像仁慈这样的社区疗养院 也是由政府注资建造 再交由社区伙伴经营管理 提供优质的疗后护理 这样的合作模式 对人口老龄化的新加坡尤其重要 这是一个合作的系统 保持我们健康的医疗费 我们和这个模式 是为了最近的年纪 我们在年纪 中守医疗医值 和直编的医疗医局 近вид4次 仁慈侯茂桥疗养院 还推出新的短期住院计划 让年长患者 在最长6个月的住院期间 持续接受附件疗程等护理 以协助他们恢复到日常生活作息 有时会走就好了 慢慢会走就好了 很多人都可以留在身边 所以当他们在这里 我们会继续他们 去浮沫自己 去习服务 去习服务 所以他们可以在家 在身边安全 这项试验性计划 自2017年11月推出以来 共有70名患者受益 其中34人已经出院 来自日本约4万元的 这台自动冲凉机 则能够帮助行动不便的患者 在安全不被担心 会跌倒的情况之下 自行冲洗全身 不过呢 洗头的部分 则得交由看护来代劳 这台机器能够有效地 将冲凉时间 从原有的10分钟 减半到大约5分钟 新传媒新闻记者 薛书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